鼻烟癌以及安鼻拆检所采用的科学技术 鼻烟癌病发于头部中心 因为没有明显症状 所以很难在早期被发现 鼻烟位于鼻子正后方 连接咽喉的部位 在东南亚 尤其在中国南方的高危人群 他们鼻烟上肺细胞基因 而被EB病毒所感染 全球有90%的人口 都在幼儿期间因流感而被传染 从此这种病毒被隐藏在身体内 再连同其他致病因素 例如致癌食品和污霾 最终引发癌变 这个病毒通过细胞膜进入细胞核 它的病毒基因 和病人上皮细胞的基因结合 引发细胞发生癌变 癌症肿瘤会不断繁殖 并且扩散到身体其他部位 鼻烟肿瘤不单只会生长在鼻烟表面 有30%的鼻烟肿瘤 会生长于表皮粘膜下 以至于受过专业训练的医生 也很难观察得到 并随着病情加重 癌细胞很容易会发生转移到头骨 面部神经 颈部淋巴等附近组织 一项准确 简便 无创无痛的鼻烟癌早期检测方法 便已推出市场 这个就是安備拆检 这项测试 可以检测出零阶段早期鼻烟癌 同时 亦可以检测到肉眼无法察觉的癌细胞 这个测试 使用一种特殊设计的口烟刷 能够有效 从鼻烟部采集活细胞 在测试过程中 口烟刷会经过患者的口腔 进入鼻烟部 直接在鼻烟癌原发部位 采集上皮细胞样本 在细胞采集过程中 只需轻塑鼻烟表面 就可以确保有充足数量的上皮细胞脱落 并被口烟刷采集 在大多数情况下 所有采集到的细胞都是正常的 但在某些情况下 采样过程会收集到 而感染了EB病毒的二变细胞 安備拆检 能够检测到位于鼻烟颉膜下的颜变细胞 这个是一般内规定检查 都无法察觉的 当喉烟刷从患者口中 拿出来之后 刷头将会放入保存剂 以确保室温下 能够长时间保存基因样本 然后样本将通过联邦医用快递 直接发送到北美实验室 进行基因分析 在实验室里 细胞样本将会被分离 提炼出基因组织 并加入基因隐密进行标记 然后通过PCR程序 进行抗争 所以即使採集的上皮细胞中 只含有非常少量的二变细胞 亦都可以被安备拆检 成功检测 为了明确区分正常和感染状态 检测结果将会以时间为座标 加以分析 受得出的结果将会直接送到患者的医生 以保障每位患者的私隐 报告显示鼻咬癌阴性 意味着该患者并未感染鼻咬癌 而报告显示阳性 则表示病人有很大可能是罗患鼻咬癌 需要咨询医生进行转一步的确诊 以及制定治疗方案 安备拆检 运用最先进 正确的基因测试技术 来检测早期鼻咬癌 准确率高达99% 为患者提升传活率 并减少慢期治疗 所导致的副作用和病发症 及早检测 及早治疗